各位朋友大家好 祝各位弟兄姊们平安 大家好 欢迎来到后人信仰与人生频道 那么今天呢 我继续给大家讲 分享这个圣经到底讲什么 这个讲什么呢 人生生命生活指南和钥匙 我前面呢 已经讲过三讲 第一个呢 圣经到底讲什么呢 让我们要树立有神 是神创造世界的世界观 那有了这个世界观以后 我们才有价值观和这个人生观 对不对 那么第二个呢 那么神在这个世界当中 实际上在这个地球上 真正直接起主导作用的是人 其他的动物啊 其他的都是人的辅助帮助 对不对 所以呢 那么我们要认识人的本源和特质 只要你抓住这个了以后 你才能正确的这个认识世界 这个建立和神那个关系 知道了解自己怎么生活 那么第三个呢 是理解神赋予人的权利 那么神他创造了宇宙万物 并且是把这个一切都创造好了以后 这个非常慷慨啊 一点都不嫉妒 按照自己的形象和样式 我们可以说是圣洁公义和平 纯善纯真纯美 以这样的形象来造我们 对不对 而且呢 他造了我们以后不是白造的 他造了以后什么呢 他要让把这个这个 把权力啊 这个管理这个世界 管理和治理这个世界的权利呢 他交给了人 他交给了人 所以呢 那么 那么人 那么神 他要在圣经里要告诉什么呀 他要到底要讲什么呢 那么第四个问题跟你分享什么呢 就是人应该对神的大爱 创造赋予的权利 给予应有的回应 这个是应有的回应 如果我们不可能白拿神的 神对我们做的那么重要 那是至关重要 不可或缺的 是吧 极端重要的事情 那么没有神 创造我们就没有我们 他对吧 他八七八六权利 那么人呢 应该给予神的这种大爱 他的创造和富裕的权利 应有的回应 那么 那么人应该有什么样的回应啊 概括起来 可以这么讲啊 就是人类有爱神 崇拜神 然后呢 守安息日 也就是把固定的时间 一周七天 专门拿出一天来干什么呢 要去崇拜神 安静下来 对不对 然后静止下来 向神祷告 送赞赞美神 你们应该有这个义务啊 那么我看一段经文 然后呢 你可以对这个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啊 这里面的经文呢 一个是马太福音 这个两大 叫圣经里叫两大建命啊 里面呢 应该是创世纪里呢 还有这个出埃及纪里 可以说从三个不同的地方出来的啊 那么我这里呢 我主要是给大家呢 选的是 这个 就是创世 这个马太福音的第二十二章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节 那么如果你方便 你可以打开看一下啊 对不对 我现在给我们一起读它一下啊 你看这个 这个马太福音第二十二章 三十五节 那中有一位 有一个是律法师 要试探耶稣 就问他说 夫子律法上的诫命 哪一条是最大的呢 耶稣对他说 你要尽心尽性尽义 爱主你的神 这是啊 这个犹太人啊 他为了考察耶稣 看看他是不是真的博学多彩 是不是啊 看看他这个 他有没有这个能力和这个智慧啊 来回答他们的疑难问题 看他回答 但是说 那么主耶稣啊 耶稣啊 他就借助 这个 这个 法利赛人啊 这个律法师啊 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把 两大诫命 最主要的诫命 前面这个诫命 告诉了 什么呢 就是爱神 不是一般的爱 而且是告诉了 是尽心尽性尽义 爱主你的神 那后面呢 其实呢 在那个马可福音里呢 他有一个 又加了一条 要尽心尽性尽义 尽力 爱主你的神 对不对 我们翻译中文呢 比较简单 大陆的 我们比较清楚的 全心全意 爱主你的神 也可以说 把你的所有的身心灵 力量都拿出来 去爱你的神 那这个是 一个是从爱上 那么呢 我们再看 这个是 一个是爱神 那么说明 另一个事啊 不仅是一般的 这种常态的爱 而且呢 在犹太人 神启示他们的时候 他们把这个时间的观念 已经搞得很清楚 是吧 那起初神 他造天地的时候 他造了空间 造了时间 那么这个时间呢 他造了几天以后 他就休息了 他造了 造了这个六天以后 他就休息了 他造了 完成了一切的功 第六天呢 是他造的人嘛 对不对 所以第七天的时候 他就休息了 那造了几天以后 在这个 在这个创世纪呢 第二章第三节 他是这么说的 那第一章 就是这个 是一个创造的曲子啊 然后第三 这个第二章第三节啊 神赐给第七日 定为圣日 圣节的圣啊 神圣的圣 定为圣日 因为在这日 神吸了他一切 创造的功 就安息了 是吧 没关系了 那么定为这个 这个第七日 我们知道一周有七天 那么一周七天呢 这七天呢 在犹太人 已经施行了 三千多年了 对不对 在中国的一周七天 恐怕 不是很清楚了 大概几百年吧 OK 就是几百年是 甚至不超过一个世纪 应该是 一个多世纪 对不对 从这个西方文化 传到这个 传过来以后 就开始了 那七个第七日 定为圣日 什么叫圣日啊 对不对 圣日啊 那么在这个 在这个出埃及记呢 第二十章 那么神赐给这个律法的时候 他有规定 那十节里面啊 说当纪念安息日 守为圣日 OK 这这个七天当中 你一定有一天拿出来 而这个拿出来的 他这里叫做 七七 第七日 那实际上 相当于我们现在 这个这个阳里啊 我们这个功力 也就是主后 我们说圣经的主后呢 那第一天 你记得 我们每天的星期天 礼拜天 这一天 是专门守给神的 OK 然后呢 从这一天开始算起 当做第一天 那么这个呢 和圣经这里讲的 第七日 是同一天 当然犹太人 他们的这个日历啊 和我们现在用的是不一样的 用的不一样的 那这一天呢 就是我们那个安息日 那么平常的时候 我们现在呢 是周一到周五工作 周六休息 那么学校啊 机关呢 单位啊 一般的 这是都是这样的 周一到周五工作 周六周日休息 那么当时的时候 那是几千年以前啊 他们犹太人定的 就是一定有一个安息日 那么这一天 从早到晚 什么都不做 专门去到神的殿里 去祷告 去读经 去唱诗 总体来说 生产的活 是不能做的 OK 甚至是不吃饭的 OK 甚至是不吃饭的啊 那喝水什么都没有 应该是没问题的啊 是吧 那么呢 那么呢 这一天 你就是专门交给神 OK 所以听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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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你做做做做做 做不到 这神 就是强调是什么呢 那么守为圣日 神圣的 不可侵犯的 专门给神的 并且这一天 你一定要圣洁 我们也理解广泛的 就是一定要圣洁 那么呢 所以呢 那么我们作为一个神的子民 是基督徒也好 不是基督徒也好 都应该什么呢 你要对神的大爱 神的创造 赋予你给你的权利 给一个回应 OK 如果你不这么回应的话 其实你就是妄本 我们就让 真的人真的是妄本的 OK 那么我们已经把这些事情的 很多人认为习以为常 阳光 太阳照过来了 我接受不接受 关你什么事 OK 感觉不到 这有多么珍贵 想一想 如果不是神 拖着这个阳光 拖着这个太阳 地球围着太阳转 然后太阳转 太阳围着这个 阴和系转 阴和系 会是整个 余生的中心转 那么 预照这个神 创造了这个 完整的体系的话 我们 真的是不能活 真的是不能活 我前一阵子 然后我去 经常看星星 然后看星星 看着的时候 我都有时候 星星的 这个不太清楚 到底那个亮的 白亮 白亮的是什么 这么 好像离着我们 很近 它不是那个 这个发光体 是反光体 然后呢 那个从东边 又来了一个红乎乎的 然后比较大 也是反光体 好像不是那个发光体 因为它大了 近了 所以我就查这个 到网上去查这个资料 到底信息 看看这个信息到底是什么 原来一查 那红乎乎的 这是火星 然后呢 确认了那个白的 在西边那个是木星 那么呢 那么庞大 如此庞大的宇宙 然后呢 最近的恒星 离我们也有四亿 四到五亿光年 你懂了吧 光一秒钟 三十万公里 它又走四到五亿光年 那么远 就那么远 就那么远 太阳光照到地球上 还八分钟的 八分钟 这就太阳到地球 是一个宇宙单位 在整个太阳系里 有人说灯火星之类的 那太残酷了 是吧 还是太阳地里 最最可 最可能 可能 有可能生活的地方 火星 OK 那么那火星是离着地球 更远一点的 这个就是 在在在远点 才木星了吧 那在里面呢 什么呢 水星啊 什么金星啊 是不是 那些星星 那里面晚上的 最冷的温度啊 是二 负二百亿十度 那最高的温度 到白天的时候 是四百五十度 不可能有什么生存的 在木星上 干脆的是一团子气体 在木星的中央 是高达两万度的气体 在高达 温度高到两万度啊 比太阳表面温度都高啊 所以 那么 人类探索了这么多年了 没有在宇宙中 可以探索的区间里 任何区域 能发现任何的生命 可能 让生命可以存在的地方 都没有发现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是多么应该感恩的 是吧 那么 我们能够生活 这个地球上 能够在这个 有这么一生 可以度过 对吧 那么呢 神他真的是 创造了宇宙的万物 这么好啊 你看 地球上 虽然说 我们现在有气候的变化 温度涨了高了一点 比如说过去的时候 加拿大 我刚来的时候 大概是 夏天的时候 25度到30度左右吧 现在呢 基本升高了一点 他有时候到最高气温的时候 像去年夏天的时候 可以打到32度 33度啊 白天的感觉 可能打到35度的时候 对不对 是高了一点 是吧 那国内可有地方 像武汉的 什么石家庄啊 也40多度的时候 可是这个比起这个 这个火星呢 比起这个 这个木星呢 比起这个金星呢 水星呢 差在这边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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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宇宙浩瀚的 更是没门 所以更是不可能 所以呢 我们真的是应该爱神 热爱他的创造 对吧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爱神呢 并且付诸到我们的行动当中 OK 神让我们做啥 我们就按照他的旨意 只要不是太为难的事情 你就该做就做了 是吧 对不对 你现在可能在教会里有服饰 你就好好服饰了 对不对 然后呢 你在这个 又团契啊 你召开团契啊 是吧 要传讲福音 你就去传的 是不是啊 我就是这样 这个 我们在17年的时候 只能带个七八个人信主 然后后来呢 18年 大大的开度 还有20个人 待会19年 一下我们就带100人信主 是吧 对不对 那么本来在2000年呢 准备大展宏图 是吧 这个结果呢 那么有温逆啊 是没办法的事情 但是呢 我们不要啊 就是总而言之啊 我们要真的尽心尽性啊 尽意尽力去爱着我们的神 在家里 在哪里 对不对 其实你这个读经 祷告啊 这个都是爱神的表现 然后在世上做光作严啊 这也是爱神的表现 在家里要和睦 是吧 能够忍让 对 那么 父亲作为男人 是吧 你要好好负起责任呢 然后作为太太 你要更要 也要付出这个照顾家人啊 也当然要负起责任呢 是吧 一家人啊 尽心尽力的 然后有的很多的 好的基督徒的家庭啊 他们有家庭的崇拜啊 一起祷告啊 这是非常必要的 你看看犹太人 他们没有因为祷告 没有因为守安息日 然后呢 变得穷了 变得落后了 反而是世界上很多的